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的正科内容 关于无形资产的学习 来同学们 跟着我回忆一下 我们在上周学习了 我们企业是一个啤酒厂 啤酒厂 这一个啤酒 同学们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属于什么 属于存货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企业用于生产加工啤酒的机械是什么 是固定资产 但是还有个东西 我们忽略了 生产啤酒是不是有配方 有没有 每一个品牌的啤酒这个配方都不一样 啤酒的口感也不一样 请问同学们 这个配方 啤酒的配方 你能不能看见 这个配方 它是上纸 纸上写了一些文字 这个其实属于什么呢 属于专利权 这个专利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它就在一张纸上存在着 请问同学们 这个配方 能不能给我们企业间接带来收益 可不可以 我说间接 因为我们企业不是卖配方 我们是使用这个配方 通过机器设备来生产加工啤酒 这个配方和固定特产一样 也是可以间接给我们企业带来收益的 为什么 配方好 这个口感好 啤酒销上去就好呀 那像这一类配方 它有一些特征 比如说没有输入形态 不像机器设备 能看得见摸得着 同时呢 是具有可变认性 这个配方 我们可以直接输出 它是我们A型啤酒的配方 可变认 其次呢 这个配方 给我们企业带来的经济力 是不固定的 不像应收账款 说应收账款100万 我们企业可以变成现金 就100万 而我们的固定资产 以及我们的这个配方 跟我们企业带来的经济力 是不固定的 不知道能带多少钱 其次呢 这个配方也具备着资产的一些 基本特征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那像这类配方 我们企业也拥有很多 非专利基础 商标权 土地使用权和特许权 这些东西都和专利权一样 我们企业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呢 间接给我们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如果说它满足我们的确认条件 可以给企业很可能带来经济力流入 同时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我们就把这一类资产 看不见摸不着 间接给我们企业带来利益的资产 我们考试究计一个专利权就好了 即专利权 啤酒的配方 它是什么 它就是我们的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 同学们可以看成我们企业的双翼 左无形 右固定 和打王者仁和一样 装备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而Buff 红爸爸 蓝爸爸 属于无形资产 我们开个账户 左侧记录其增加额 右侧记录其减少额 接着 讲完了无形资产的概述 这个考试基本不考 不可能说下列哪些属于无形资产 A配方 B什么 我们初期考试也不考这个东西 考试考什么 考试考这里 取得无形资产的成本是多少 这个和固定资产一样 我们先记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在这一个无形资产 这个配方 达到可使用状态之前 发生的合理支出 我们都是需要记录成本的 假设这个配方 同学们 这个配方说明企业 购买的 来看一下 购买价款 要不要记录到无形资产 这个配方成本 要 一些相关税费 也要 以及达到可使用状态之前 发生的合理支出 问题来了 我们支付的增值税 要不要就成本 假设我们企业是一般纳税人 这个时候增值税不就成本 在这里 那考试有什么坑呢 考试有什么坑呢 考试的坑在这里 来看一下 我们企业外购了一个配方 对吧 这个配方我们生产出一个新型的啤酒 这时候呢 为了把这个新型啤酒打入市场 我们去投广告费 管理费 一些其他费用 请问 这些费用 要不要记录到我们配方的成本 要不要 你思考一下 这个是我们专利权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发生的合理支出吗 不是的呀 是我们取得配方 用它生产加工出啤酒 然后呢把啤酒出售 之后才发生的支出呀 所以说它不就成本 它不就成本 包括呢 我们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 发生的其他费用 等等 这个考试不是很重要 这个呢 是直接外购 我们就在无形资产 账户的左侧 把这些金额记录就好了 有些坑 考试重点来了 这个考试也不怎么考 重点是内部研发 来同学们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企业不去购买啤酒配方 我们自己去研发这个配方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这个时候就说我们 内部研发形成无形资产 自己搞研发 研发啤酒 来 先讲一下和内部研发相关的会计科目 请问同学们 我们在研发这一个无形资产的过程中 发生的支出 可以直接就到无形资产账户码 可不可以 你想呀 我们之前学的 正在建造的固定资产 我们在再建工程核算 正在生产的存货 在生产成本核算 那正在研发的无形资产 我们可以在无形资产账户核算吗 可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 肯定出一个新科目 他来核算什么 核算正在研发过程中的无形资产 这个科目叫什么 来 这个科目叫做研发支出 同时研发支出 这一个科目 他还有二级科目 一个叫做费用化支出 一个叫做资本化支出 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企业内部研发 无形资产 一共花了700万 这个700万 肯定要记录到研发支出账户当中 左侧还右侧 同学们 左侧还右侧 研发支出属于资产类的科目 他左侧就其增加 右侧就其减少 但是但是 我们这个700万 都可以转到无形资产吗 假设 我现在告诉你 帮你去区分 我告诉你 其中有300万 是不允许你转到成本的 400万允许你转到成本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在内部研发过程中 发生的支出 未来不允许 旧成本 我们就记到费用化支出的账户当中 如果允许你 记录到我们无形资产成本 我们就先把它记录到资本化支出当中 然后同学们 到了期末 如果说我们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的账户当中有金额 把它清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支出我们倒是规定好了 不允许就成本 就到当期总益 就哪里呢 我们就记录到管理费用 同学们也发现管理费用到处都是它 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贷方写300 然后借方管理费用300 那如果说我们这一个配方研发成功了 请问同学们 无形资产账户 左侧写多少钱 写多少钱 是700吗 肯定不是700 因为我刚才规定好了 有300不允许就成本 跑到了管理费用 那剩余的400在这里 资本化支出 的金额是允许转过成本的 因此把左边这一个账户给清零 代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然后呢 在无形资产的界方记录 好接着 刚才我讲完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与内部研发无形资产相关的会计科目 以及这两个科目核算是什么内容 总结一下 这两个科目核算是内部研发无形资产过程中 发生的各种支出 而第一个科目核算的是 未来不能记录成本的支出 而第二个科目核算的是 未来可以记录成本的支出 那问题来了 假设 我们内部研发 一共花了16代钱 来看一下 1234567890 111213141516 每一代钱代表10万 而我们研发研发 其实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叫做研究阶段 大部分就是还在摸索 我们企业从来没有生产加工过啤酒 这时候我们去买别人的啤酒 开始喝肠味道 让他们买 一切来分析里面有什么 这属于什么 摸索阶段 我们都不知道 能不能研发成功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连方向都没有找到 叫摸索 同学们 假设摸索阶段 我们花了8代钱 80万 这个80万可以记录到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未来就有成本吗 可不可以 你思考一下 摸索阶段 我们都不确定这个专利能不能研发成功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80万记录到成本 是不是违背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谨顺性 是不是 谨顺性要求我们 我们企业不能高估资产 尽可能把这个资产往低了去估算 这个80万 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收回 不知道能不能研发成功 我们就不应该把它记录到成本 所以说 所有研究阶段的支出 我们都是把它费用化 就到研发支出 废用化支出的账户当中 再继续 那开发阶段什么意思 大白话就是 我们已经找到了研究的方向 同学们 终于入门了 之前连门都没有入 现在知道 研发一个皮肤秘方应该这样 方向在这里 我们应该配备这些人员 购买这些东西 同学们 假设开发阶段 我们又花了八代钱 这八代钱 可以全部 记录到成本吗 可不可以 首先 有了研究方向 意味着研究一定成功吗 你们思考一下 也不一定 所以说我们 在实物当中 假设这条线是我们的 开发阶段的一个时间线 我们需要找个十点 找一个非常恰恰的十点 这个十点前 发生的支出 我们也不能把它 救出成本 原来在于什么 因为这些支出 虽然说是在研发阶段 我们有方向 但是呢 这些支出 依然很有可能 无法收回 无法形成 无形资产 那哪些支出 可以救到成本呢 在这里 这个十点之后 这个十点之后 我们就啊 现在有底了 这个专利权 基本八九不离时 要研发成功了 那这些成本 我们允许 救到成本 救到我们的 无形资产的成本当中 也就是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同学们 这个十点怎么判断 首先 初级教材 没有这一个 十点判断的内容 诸块教材有 有12345 大概有几千根字 来描述 如何在事物中 判断这个十点 可是呢咱们考初级 考试没有那么难 所以直接告诉你 说开发阶段 一共花了八代钱 来 其中呢 有五代钱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有三代钱 满足资本化条件 同学们请告诉我 那五代钱 就有哪里 三代钱就有哪里 有没有发现 初级考试很傻瓜 很easy 他直接告诉你 在开发阶段 哪些支出 可以旧成本 哪些不能旧成本 好的 根据我刚才讲解 同学们请告诉我 我们 费用化支出 旧多少钱 资本化 支出 旧多少钱 研究阶段的 八代钱 八十万 要全部 寄进来 寄到费用化 而开发阶段 请不告诉我们了 告诉你 不要你判断 说有五代钱 五十万 要寄入到费用化 支出 而有三代钱 是在开发阶段 满足资本化条件 我们要寄入到 资本化支出 然后呢 确定完之后呢 假设我们 研发一共花了多少钱 看一下 八十加五十加三十 一百六十 银行存款 同学们 写会计分路 请写会计分路 考试考这个 首先 研究阶段 花到八十万 贷银行存款 八十万 借什么 借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八十万 在这里 其次 开发阶段 我们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即不应该 就成本的 这个五十万 我们也 就到费用化支出 而有三十万 允许你 就成本 我们就到 资本化支出的 账户当中 好 看一看 这是会计分路 那如果说 我们企业在研究无形资产过程中 无法区分开发阶段和研发阶段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该怎么办 那发生的支出 我们要怎么办 就不知道 到底属于什么阶段 这个时候 出于谨慎性 如果你无法 确定两个阶段 你就直接把它 废用化 就到我们上面这个科目 不能资本化 原因在于 不能高估资产 不能低估负债 到了期末 同学们 到了期末 我们把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的账户清零 把它怎么办 同学们 进入到管理费用当中 写分路 借管理费用 130万 费用化了 带什么 带研发支出 杠费用化支出 130万 因为在带方写130万 你看一下 这个是期末的账户处理 每一期期末都要 节转清零 那我们 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账户什么清零 期末要清零吗 同学们 期末不一定清零 比如说我们今年 研发这个秘方 允许资本化的金额是30万 但是到期末的时候 配方没有研发出来 你怎么可能 把它转到无形资产呢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把它清零 等我们这一个配方 研发出来了 完工了 对吧 搞定了 这时候我们把研发支出 这里是资本化支出 资本化支出 30万 贷房 借无形资产 30万 这是我们的账户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 前者的科目是期末结转 后者的科目是研发成功 才结转 好的 同学们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历年的考题 2018年 下列科项中 应当记录到专利权的入账价值 即成本的金额 有哪些 A 无法区分两个阶段的费用 记不记 记不记 刚才说过了 如果你无法区分 对不起 不能就成本 谨慎性要求 因此 A不选 B 在研究阶段 发生的支出 记不记 都告诉你 都告诉你是摸索阶段了 摸索阶段 不记 C 依法取得专利权发生的注册费 同学们 我们都去注册这个专利了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研发成功了 所以说注册费是记不住到我们的成本的 你想一想 都已经研发成功了 只不过去专利局去注册一下 D 在开发阶段 我们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你看一下 题目都不考你 如何区分要不要就成本 直接告诉你 满足资本化条件 再把它就告诉你 可以就成本 D选不选 D也选 照题选择 非和D 第一题 来看第二题 2018年单选题改的 说明企业研发一个项目 一个技术 一共发生了450万的支出 其中 研究阶段150万 开发阶段 可以 进入到 资本化 条件的 300万 同学们 一共450万 研究阶段150万 开发阶段300万 而题目说 开发阶段当中 允许你 旧成本的金额是300万 已经意味着 开发阶段 所有支出 我们都要旧成本 而题目说 ABCD四个选项 第一个 我们要确认多少管理费用 你看看哪些要费用呀 哪些要费用化 开发阶段150万 费用化 其次呢 我们的成本 300万 300万 选什么 赵提太简单了 选A呀 因为政治税 是无需 计入成本的 赵提 选择A 再来看到题目 下列个项 关于企业内部研究开发 无形资产相关支出的会计处理 正确表述的有哪些 A 无法区分两个阶段支出 我们应该废话 正确 B 研究阶段支出 转入成本 对不对 研究阶段 摸索阶段 对不起 一刀切 全部费用化 不计成本 C 开发阶段 发生的符合资本化的支出 与研发成功时 招入成本 对不对 而题目都说得很清楚 是开发阶段的 符合资本化的支出 允许你 就成本的支出 我们成功时 不就要就成本吗 正确 而递选项属于 我们后续 第八章的一个内容 我们现在 先打一个问号 我们后续课程 再来讲解 而递选项是正确的 我先讲一下 这条题选择 ACD B凑 原来于研究阶段 费用化 而地脑是后续好点 先不讲 第三题 来 看个判断题 企业无法区分研究 与开发阶段支出 我们全部费用化 进入到当期所义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呀 哎 有没有发现 同学们 通过真题 有没有发现 这个考点 非常爱考你 你看一下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不信 你带来看 后续真题 你们客户去做 新题的时候 会发现 这个考点 反复考察 好 以上呢 属于我们内部 研发无形 资产成本 确认的考点 真的不是很难 逻辑很清晰 考试 研究阶段支出 废话 开发阶段 一部分废话 一部分资本化 全部告诉你 说满足资本化条件 我们就资本化 科目是 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成功了 转无形资产 这是我们成本的考点 成本考点 就考内部研发 每年就考它 而且这个点同学们 内部研发会考我们的 会考我们的一个 不定向选择题 这里 等一会儿 我们学完无形资产 来做一道题 你看一下 好 接着 无形资产的摊销 同学们 这里 我们可以完全类比 固定资产的折旧 我们购买一个专利权 别人说 你可以用10年 你这个啤酒配方 啤酒的配方 只允许你 使用10年 那同学们 是不是 没使用一年 我们这个专利权的价值 就下跌 跌多少钱 600除以10 跌60万 如果说 我告诉你可以使用20年 600除以20 一年30万 这个下跌额 我们属于转移 转移额就到累积摊销 把折旧换成摊销 没有什么特殊的好跌 但是呢 有些东西需要同学们特别注意 第一个是摊销额的影响因素 它和我们的固定资产的影响因素 一模一样 原价净残值 减值和寿命 只不过呢 我们专利权呢 残值一般实力 接着 那如果说我们当月 取得了一个专利权 什么时候参销 有特别说 老师 好 对比记忆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当月取得 我们当月不折 下个月折 那么无形资产当月取得 我们也不折 下个月折 对不对 不对 这里无形资产的摊销时间范围 和固定资产 恰好相反 原因在于 我们这里是当月取得 当月贪 当月处置 当月就不贪了 和固定资产正好反着 同学们思考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上几个讲过 固定资产之所以是 当月取得 下个月折旧 是因为历史原因 几十年前 我们想算一个 折旧额非常复杂 而专利一般是 近几年才出现的 近十年出现的 这个东西 已经有 会计 电算化了 这个摊销额 能算出来了 所以说当时准则规定的时候 就规定你 当月取得 当月贪 当然这个更多的是一个 历史问题 同学们 硬实记忆就好 只需要记忆 无形资产 谈销时间 和固定资产 恰好相反 下一个 那空间范围 那是所有的无形资产 都要谈销吗 不是的 如果一个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不确定 同学们 咱们不知道 这一个无形资产 可以使用多少年 一般谈 就不用摊销了 因为你不知道 使用多少年 你怎么摊呀 你没有这个摊 摊销的一个基础呀 摊不了 但是呢 它要进行简直测试 第二个呢 如果使用寿命 能够确定 我们就在使用寿命内 把摊销额予以摊销 接着 那摊销的方法 同学们 摊销的方法 考试就考一个 就是年限平均法 大白话 直线法 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直线法 就是固定资产的 年数总和法 关于无形资产 摊销方法 没有什么年数总和 双美余额地坚法 没有 就一个 同学们 非常好借 就是直线法 直接用摊销额 除以年限即可 而会计分路也一样 贷方贷 累积 摊销额 借放呢 借什么 借的科目 取决于我们这个专利干什么 如果这个专利 用于生产加工产品 我们就知道费用和生产成本 如果说 这个专利是管理用的 那我们就 进入到管理费用 那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专利 出租给别人 想一想 出租机器设备 我们租金 进入到其他有收入 那我们设备的摊销额 进入到其他有成本 而这里一模一样 我们出租 专利权 租金 其他有收入 而我们 专利权的 他销额 进入到其他 也有成本 这里 完全可以 类比 固定资产 唯一的区别 在这里 要对比机 来 看个题目 我们企业将 自行 开发完成的 管理用的软件 出租给别人 每年 收这个使用费 24万 租约5年 这个软件 属于无形资产 价值 60万 我们按月摊销 同学们 请告诉我 第一个 摊销 摊销额 记录哪里 是管理费 还是其他有成本 首先 我们这个软件 是出租 出租给别人 租金 确认为 其他有收入 而这一个 软件的摊销额 就到其他有成本 不是管理费 AD错误 那金额呢 同学们 金额直接用 直线法来计算 没有经常值 60万 除以5 再除以12 多少钱 是不是 1万呀 60万 除以5 再除以12 是每个月的摊销额 这要题 选择 C 2018年的单选题 不是很难 再来看一题 下列各项中 关于无形资产摊销的会计处理 表述正确的有哪些 A 无形资产摊销 全部进入管理费 对不对 太一刀切了 我们需要根据 该无形资产的 使用 用途 来决定 摊销额 进入哪里 可能生产成本 可能制造费用 可能管理费用 可能其他有成本 一刀切 肯定不对 B 用于生产产品的无形资产 摊销额 就其他有成本吗 刚才刚讲过 生产产品 就在生产成本 或者说制造费用当中 题目如果说 明确了 这个转理权 就是用于生产A产品 那就是生产成本 杠A 如果说 仅说这个转理权 用于生产产品 我们就接受到制造费 C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不摊销 刚才讲过了 使用寿命有限 摊销 如果说不确定 我们就不摊 非正确 D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应当摊销 在题目说了下个月开始摊 对不对 无形资产的摊销时间和固定资产一样 不一样 它是恰好相反 当月取得当月就摊 哪怕是当月的最后一天 也要摊 C 正确 接着再来看到题目 2018年的多选题 某企业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好的 看到一般纳税人 意味着增值税 不需既有成本 把它划掉 成本企业 购买了一项无形资产 发票上说 花了880万 增值税 52.8 好的 成本多少钱 增值税 不既有成本 那么购买价款 就是我们的成本 880万 以及我们这个无形资产 可以用5年 按年摊销 净摊值是零 请同学们告诉我 每年摊多少钱 880万 可以摊5年 那是不是意味着 一年的使用费用是 880除以5 等于176万元 必认选 其次同学们思考一下 2017年1月份 购买这一个无形资产 2017年摊销几个月 1月份要不要摊 1月份取得 1月份也需要摊销 当年2017年 是摊销12个月 这里的176正好 因为一年嘛 12个月 但是呢 非选项说 我们是从2月份开始摊 对不对 不对呀 如果2月份开始摊 我们这个摊销额 就不是176了 是176乘以十二分之十一 我们应该从1月份摊 当年摊12个月 最后一个 该无形资产的 应计摊销额是 932.8 对不对 不对呀 说多少钱 是880万 为什么呢 因为增值税不就成本 它不用摊销 这道题如果说把一般纳税人 改成了我们的小规模纳税人 这个时候 第一论选 综上呢 我们这道题选择 A和B 这道题都是我们无形资产 摊销的先行考点 同学们可以感受一下 命题的风格 以及难度 没有什么弯弯上绕 就是对同学们 最基本的概念考察 考试必须拿分 好以上呢 是我们 无形资产的摊销 我们来学习一下 下一个考点 无形资产的处置 无形资产的处置 三种类型 第一个是卖了 第二个是坏了 第三个是 租了 同学们 无形资产坏了 什么意思 我们有个专利权 啤酒的秘方 结果现在 结果现在没有人喝啤酒了 同学们 你这个秘方 还有没有用 我们辛辛苦苦 花了几千万 搞了一个 螺蛳粉味的啤酒 秘方 结果突然有一天 大家不喜欢吃螺蛳粉了 我就问你 我这个秘方 值不值钱 一毛钱不值 这不就报废了吗 那么分别看一下 出售报废和出租 该怎么进行账务处理 首先 既然是出售 我们是不是要把 无形资产相关的账户金额 全部清明 因为没有了 首先 无形资产相关的账户有 无形资产 累计摊销和简直准备 这个简直虽然没有讲 但是同学们可以类比 和固定资产简直一样 那请同学们 这个时候 出售的十点 无形资产 在我们企业眼中 值多少钱 请回答 假设我们学习的出售这个无形资产 他们的金额 在这三个账户当中记录 这三个账户的金额 假设收到了800万 是不是在银行存款账户的左侧写800 问题吧 把配方卖了 收到800万 借银行存款800万 那如果说 收到了800万当中 有50万是增值税 那该怎么办 假设有50万是增值税 这个50万 我们是不是要记录到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 消消税额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扣掉增值税 相当于我们 出售 该无形资产 收到了 750万 没问题吧 对方给了我们 800万 但稍有50万 要交给税务局 所以说属于负债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消消税额 我们还有750万 那这个时候 大家思考一下 这一个无形资产 在我们企业账上 值500万 我们把它变现 变成750万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企业 处置无形资产 赚了250万 是不是 那这个250万 我们需要在哪一个 账户当中 核算呢 哪一个 同学们哪一个 它和固定资产一样 叫做资产 处置 所欲当中 我们需要 把我们赚的 这里是500 800 我看一下 这是250万 这里是250万 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250万呢 因为我们收到了 800万 收到了800万 50万是增值税 这750万是我们的价款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无形资产 在我们企业账上 值多少钱 在我们企业账上 值500万 那750万 和500万差额 就在我们的资产 处置损益 请同学们 把会计分入过写出来 找到你们的草稿纸 打开草稿纸给你们一分时间 把这一个事项的会计封路给我写出来 怎么写 自己写 橙色字体是我们该 事项 对我们六个账户的影响 分别是 贷房的600 借房的300 借房的700 借房的800 贷房的50 和贷房的250 资产 处置损益 属于利得 利得是右侧增加 左侧减少 给我写分入 借银行存款800 借累计双销30 借 简直准备 房契时 然后贷 无形资产600 贷 印交税费 印交增值税 消耗税额 50 贷 资产 处置损益 250 而同学们也发现 这个会计封路的确很复杂 但是呢 一旦你掌握了 这一个事项 对这些账户的影响 这个会计封路 不就一下子写出来了吗 你来看一下是不是 会计分入怎么来的 同学们 会计分入怎么来的 是我们刚才这个事项 对六个账户的影响金额 我推理出来的 代方 代方 借方 借方 代方 和借方 这里 好好看一下 一 考试考什么 考试就考会计分入的编写 咱们不会让你直接编 让你去学校里选出来 以及我们这一个 资产处罪损益的计算250 这是我们第一个出售 那如果说 咱们这一个 螺丝粉味的专利权 在我们企业账上值500万 结果报废了 同学们 报废了怎么办 报废了 它不像固定资产 它可能会 收到一笔钱 比如报废了 把这个费铜烂铁卖钱 会比流入 这个没有 报废有啥都没有了 我们怎么办 把这个账户清零 全部清零 来看一下 清零 记录哪里啊 相当于价值500万的资产 没有了 同学们 价值500万的东西没有了 我们记录哪里 这个是报废 同学们 报废不会收到款项 所以说不影响银行存款 刚才讲的是出售 出售专利权 是不是不要给我钱啊 同学们 给我钱 给的钱就是银行存款 而这里是没有 不涉及到银行存款 因为报废没有人给我们钱 我们只需要把这500万 转到我们的营业外支出 这很简单 报废很简单 就是把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截转即可 转到营业外支出这一个账户 会计分路 看一下 贷方 借方 借方 和借方 你看一下 非常好写 无形资产 是在贷方600 贷无形资产 然后剩下三个账户 是在借方写30 30 30 70和500 30 70是因为要反向 击转 清零 而这个500是差额 这是我们 报废的 会计存入 最后一个是出租 同学们 如果我们出租 这一个专利权把螺蛳粉味的啤酒密发 出租了 每个月收到50万的租金 来看一下50万租金 银行存款 照顾50万 租金进入哪里 租金进入到其他也有收入 但是可以进入到借方吗 肯定是咱们的一个贷方 贷 其他也有收入 因为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想等 其他也有收入属于收入的要素 我们是右边增加 左边减少 那我们的无形资产探销额 出租的时候 探销额就在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这也是我们出租的贷务处理 同学们看一下 出租 它和我们出租固定资产贷务处理 一脉相承 理念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 是把折旧换成探销 这是出租 以上属于我们无形资产的处置 咱们来看看题目 我们企业有一个专利权 把它转让给了一公司 转让给一公司 收到了40万现金和2.4的税 首先2.4万的政治税 我们是单独进行核算 不影响处置的利得或损失 问题吧 所以说相当于 我们把专利权卖给别人 收到40万 那这个专利权 在我们企业当中 值多少钱呢 成本30万 摊销摊到15万 意味着在我们企业眼中 这一个专利权 它是15万 我们把15万的东西 卖了40万 请同学们告诉我 净所欲多少钱 多少钱 说明40减去15 等于25万 这里的坑在于 增值税 不要参与净所欲的计算 因为这个增值税 是销小税 我们要交给税务局的 不属于我们企业的 所以说不参与净利润的计算 最后来看一下 无形资产的减值 它和我们固定资产的减值 一模一样 假设我们企业有个无形资产 账户上的金额有80万 但是呢 你发现这80万有水分 有40万是水分 该怎么办 把这40万水分挤掉 寄入到我们的资产减值 损失当中 同时呢 这个水分的减少额 我们单独有一个新的科目可算 叫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当中 这个水分怎么计算 怎么计算同学们 我们用账面价值减去 可收回金额就好了 可收回金额 大白话就是 这个无形资产 可以给我们企业 带来多少的经济利流入 假设可以带40万 但是呢 照上值80万 不就意味着 有40万是水分吗 把水分挤掉 水分挤掉 这是我们的会计处理和固定资产一样 同样一个道理 无论是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减值 都不是初级考试的重点 中的重点 比如说 他不会要求你去计算这一个可收回金额 也不要求你计算这一个可并先净值 他会直接告诉你 所以说考试难度大大降低 来看个题目 下列颗想中 关于无形资产会计处理表述 正确的哪些 A 已经简直的无形资产日后可以转回 想一想 固定资产能不能转回 不能转 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处理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是不能转回的 存货的简直是可以转回 B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应当按月贪销 不确定 不确定 是无需贪销 C 出售无形资产的净准益 进入到资产处置损益 而我们 到了后续章节 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学习收入费用和利润 会学到一个概念 叫做营业利润 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资产处置损益 它是营业利润的计算公式的组成部分 所以说 处置的净损益 既然影响了资产处置损益 它也会影响营业利润 所以说 C选它 D 出租无形资产的参销额 记住哪里啊 记不到其他有成本 这个讲了很多遍了 租金记住哪里 其他有收入 C和D正确 A是因为简直不能转回 B是因为使用寿命不确定 我们不贪销 要减值 再来看两个分析题 分别是去年和前年的题目 第二题 减值一旦确定 以后不能转回 对 讲过了 第三题 减值损失 进入到信用减值损失 对不对 同学们 应收账款的减值 进入到信用减值损失 因为它属于金融资产 而我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减值损失 进入到我们的资产减值损失当中 因此第三题 我们选择错 好的 以上就属于我们今天无形资产的所有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 无形资产的概述 代表就是我们企业看不见 摸不着的一些专利权 土地收入权等等 可以给我们企业带来渐渐的收益 这一类资产我们把它确认为无形资产 要和固定资产区分 固定资产能看见 无形资产看不见 而成本呢 考试的重点不是外购 是内部研发 内部研发要区分两个阶段 一个研究 一个开发 研究阶段的支出 不能九成版 全部费用化 而开发阶段 一部分可以进入成本 一部分不能 题目又告诉你 而不能进入成本的研发支出 在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账户当中合算 而可以进入到 无形资产成本的支出 在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当中合算 三 摊销 摊销的话 同学们要和固定资产的折旧 经对比重点在于 第一个 时间范围 当月取得 当月贪 固定资产是 当月取得 当月不贪 空间范围是 不是所有的无形资产都摊销 使用说明不确定 我们就不摊 同时呢 我们要掌握 无形资产摊销 带累计摊销 借方借的这个科目是什么 要根据无形资产的用途来决定 出租 其他有成本 生产产品 生产成本 或制造费用 我们管理用就管理费用 第四个 处置 处置的话 三种类型 一个是卖了 第二个坏了 第三个租了 卖了的话 我们把处置的利得 进入到资产 处置 随意当中 坏了的话 把无形资产的占面价值 进入到其他 而进入到营业外支出 租了的话 租金 其他有收入 他销 其他有成本 这就是处置 卖了 坏了 和租了 最后一个减值 和我们固定三参减值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坏了一个科目 考试 不是重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题一共有 三个事项 我们逐一来分析 第一个事项 说我们起研发一个技术 但是并不是说从当期开研发 以前就研发了 以前 进入到资本化支出的金额有70万 而本年度一到六月份 我们又花了330万 同学们 题目说了 330万当中 有130万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意味着这一部分支出 未来不允许旧成本 那该旧哪里 是不是就到费用化支出 这一个科目 而330万减去130万 剩余的200万 不就意味着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吗 买该怎么办 就到资本化支出 7月15号 该技术研发完成 简称一专利 完成之后 又发生了50万支出 这时候我们要开始去注册什么东西的 这五十万当中 有30万满足资本化支出 20万不满足 那该怎么办 是不是啊 30万就到资本化支出 20万不满足就到费用化支出 那同学们 来 计算一下 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一共有多少钱 7出70万 刚才加了200 这又加了30 一共是不是300万呀 结果到7月份 我们这一个基础研发完成了 需要把资本化支出 的金额 转到无形资产 300万 再继续 那什么时候开始摊销呢 我们算出了 资本化的金额 300万 7月份完工 7月份也不要摊销 7月份也需要摊销 当月增加 当月也摊销 因此当期 当年 2019年摊销6个月 7 8 9 10 11 12 问题吧 7 8 9 10 11 12 再继续 那当期摊销多少钱呢 300除以10 30万吗 是不是30万 300除以10 30万 因为年限平均法吗 直线法 不是呀 因为当期是半年 15万 所以说我们应该借制造费 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用的技术 所以说就当制造费 15万 代方代 累计参销 15万 这是我们事项一的照顾处理 会计封路 也不是很难 都是在我讲课的范围之内 同时 同时 还有一个小尾巴操作 同学们千万不要忘了 到了期末 咱们是不是要把研发支出 杠 费用化支出的 金额 清零 转到我们的管理费用当中呀 多少钱 150万 这个千万不要忘了 这个要期末接转 不是说每完成一个无形资产 我们就要去结转 不是的 期末 期末 就年末 150万 不要忘掉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事项二 说到年底了 同学们 请告诉我 到年底了 无形资产累积摊销 多少钱 是不是数万呀 刚才算过了 7月份到12月份 摊销6个月 我们一共是摊销15万 成本是300万 好的 300减15的多少钱 是不是285万 285万是12月31号 这一个无形资产 在我们企业眼中的价值 它值285万 可是题目说 发生了减值迹象 它可收回金额185万 大白话是 这一个 一专利 它可以间接的 给我们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 185万 它只能变成185万的现金 可是呢 账上它值285万 是不是意味着285万 存在着水分呀 多少钱水分 285 减去185 这个100是水分 这个水分 应该减值 但 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100万 借资产减值损失100万 这是我们年底的账务处理 这里是资产减值损失 不是信用减值损失 看最后一个实例 到年底了 我们且收到了 以公司支付的一个 租资无形资产的租金 租金10万 增值税0.6万 同学们 租金10万 记录哪里 租金10万 我们要记录到 其他业务收入 而收到的增值税 我们不能记录到 其他业务收入 而是应该记得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消消税额 应该未来交给税务局 0.6万 同时题目说了 我们这一个无形资产 摊销额16万 摊销额16万 就哪里 带累计摊销 借房间的是 其他业务成本 这是我们事项三 讲的是无形资产的出租 事项二 是我们无形资产的减值 事项一 是内部研发无形资产的成本 无形资产 也是我们不经常选择题的重点 重点重点 也几乎每年必考 只不过不知道在哪一套券子里考察 难度不是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 几个题目 这个是所有的题材 来看题目 第一个 根据资料一 下列各项中 2019年 一专利权摊销的结果是多少 刚才我们算过了 2019年一专利 要摊销15万 我们就要制造费用 因为这一个专利是生产用的 我们应该借制造费用 15万 带累计摊销15万 会写分入了 请告诉我 选什么 同学们选什么 是不是选择我们的一个 非和地 同时想想小大师 教你们的不定性选择题 做题小技巧 第二个 如果两个选项互斥 千万不要同时选择他们 比如说 A和C 是不是互斥 B和D 是不是互斥 所以说我们的答案当中 AC不能共存 BD不能共存 就算你蒙 你也给我蒙 AB 对吧 AD 或者说BC 你千万不要给我蒙AC 蒙BD ACBD 这两个答案是百分之百错误的 千万不要犯这种不长脑子的错误 这真的不知道 他不会都无所谓 算费都无所谓 这种错误 答应我考场不要犯 否则我就切伏自尽 真的分分钟切伏自尽了 说不了了 真说不了 好 第二题 他问 2019年末 我们应该记题多少的减值 刚才帮同学推算过了 到年末 账面价值285万 但是呢 这个无形资产只值185万 100万的水分 不就是减值金额吗 好的 想想小宋老师的不定向选择题 做题技巧 第一个 如果一个不定向选择题 他问的是一个金额 我们可以选 多选吗 可不可以 知道题就算蒙 咱们就蒙 A或B或C或D 你不要给我写个 AC 好不好 谢谢各位同学了 如果你选AC 你不要说是我教你的 真的 你不要说是 小宋老师教我的 你看我选AC 这是做题技巧的第一个 千万不要多选 人家是单选题 选递 第二题 也没有难度 第三题 说我们根据资料3 出租这一个转利权 同学们 出租一个无形资产 意味着是转让它的使用权 转让 同学们 你不要看到转让 就以为是出售 同学们 如果说转让的是所有权 是出售这一个无形资产 如果说转让的是使用权 意味着是出租 那出租 我们该怎么写会计分路呢 租金 记不到其他有收入 贪销 记不到其他有成本 然后呢 根据我们刚才推导的会计分路 去看一下这几个选项 对不对 选什么 同学们 这个题选什么 选A ABD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 做题小技巧 同学们 做题小技巧 第二个月来了 A和C是不是互施的 即使你拿不准 这一个增值税 要不要 记不到收入 但你要知道 A和C不可能同时选它 所以说这道题 我们 C是错的 因为这个0.6 就到 因交是C 而B和D是正确的 这道题选择我们的 ABD ABD 来看一下这最后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是 由于那这道题是根据 过去之间改编的 它有五个 删掉了一个 由于有一个考点 对吧 已经不失诱了 所以删掉了 导致到我们这一个 不定义选择题 只有四个题 那最后一问呢 来同学们 想一想我的做题 小妙招 第三招 不定义选择题的 最后一问 在考考场当中该怎么办 你先标记不要做 继续往后做 把时间做完了 也不要做 去检查 把你的单选 多选判断 检查完了 然后呢 有时间 做一下 没时间 你看看是单选 还是多选 单选蒙C 多选蒙 ABCD 你看这道题 同学们 我跟你发誓 我真的不知道 谁选ABCD 我给你保证 我也是刚知道的 看ABCD蒙他吗 因为很难 很难 因为你看 ABCD是四个不同的东西 而且是根据 资料一资料二资料三的分路 去推导出来的 而且是跨章节 这些内容属于我们的 第八章 财务报表的内容 想把这个题都对 没有个五到十分钟 也做不对 或者说 你前面四问 就前面几问 一旦出一个小错误 一个数都算错了 我们第五问 也就是最后一问 是多不对的 即使你 第五问的知识都掌握了 可是呢 一到四问 有错误 第五问也做不出来 与其这样 不如说我们在考场中 先跳过 继续做 有时间 先去检查一些 简单的题目 然后呢 实在没时间 过梦 这是我的做题小技巧 这个题简单看一下 后续会把这个题的讲义 发给你 也不要抄题 有专门的 不定向选择题的 细题讲义 我正在整理 年后统一发给同学们 有几十道题 上百道都有 估计 小一百道吧 来 讲完了无形资产 今天给你讲一个 收尾的小知识 叫做长期代财费 它不是很重要 也不是每年都考 偶尔的年份 考一个选择题 或者说一个 一个 判断题 我也不 不去读定义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 我们企业租赁了一个机器设备 这个机器设备不是买的 是租的 这时候呢 我们发生了一些改良支出 更新改造支出 那请同学们 当期我更新改造支出一百万 这个机器设备我做了五年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这个一百万 是不是可以说明 而且未来五年受益 你们思考一下 是不是 假设我们租的这个设备 租的这个车 是给销售部门用的 我们租了五年 我们租了之后呢 花了一百万 对这个车间改造 更新改造 那请同学们 我们可以把这个一百万 在当期直接救到当年的销售费用吗 可不可以 你们想想可不可以 租了五年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 这一个更新改造支出 是未来五年的销售费用 一年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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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在当期一改造完 把这一百万 救到当年的销售费用 它是违背权则发生制的 所以说我们当发生这一个改良支出的时候 不把它介入到销售费用 该怎么办 咱们就把它介入到长期代摊费用 长期代摊费用 这里代个费用两个字 表面上是费用类科目 其实不是的 它属于资产类科目 这不一百万吗 然后等到未来五年 每一年我们摊销个二十万 把它记录到我们的销售费用 或者管理费用 关于这个考点 你们也不要去细想 因为毕竟不是我们初级考试的重点 考试也很简单 你看一下 这个题目就送分了 说明企业租了一个办公楼 对其更新改造 发生的支出 应该记录到哪一个科目当中 请选择 哪一个 选A 这不刚讲过吗 考试就和这个东西 选A 简单粗暴 不要思考 再继续 我们企业通过长期 代财费用科目 核算的是什么 注意一下 2021年单选题 选什么 是不是 租入资产的改良支出 没问题吧 因为行政管理部门 固定资产的日常维修费用 几乎到管理费用 生产车间 生产线的日常维修费用 几乎到制造费用 销售部门的房屋修理费 销售费用 只有我们的币 是长期代财费用 下一个 长期代财费用只能是企业已经发生 由本期和以后期间分摊的 在一年以上的客项费用 对不对 这是定义啊 同学考定义 读一遍之后 在考场当中你知道 对的 选他即可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一个收尾的致点 作为考试 真的不是很重要 偶尔考一次 接着呢 我来检测一下 同学们今天学的怎么样 关于无薪资产 我问你答案 如果说我们企业 为了引入新产品 发生了一些宣发费用 要不要救到无形资产的成本 诶 我们企业自己研发了一个啤酒的秘方 这个新啤酒要上市了 我们开始宣发宣发 要不要 这个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支出是发生在无形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的支出 我们应该废话 不救到成本 第一题 第二题 内部研发一个无形资产 分为两个阶段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支出 我们要废话 不能救成本 那是不是意味着 开发阶段 当我们企业有了研发方向的时候 这时候发生的支出 都允许 进入到成本吗 有没有允许 也不允许 在开发阶段 假设100万 我们也要去划分 有一部分 20万不能进入 80万可以进入 同学们 这个划分 初级考试不考 不会要求同学们去判断这100万 哪些要废话 哪些要资本化 他直接告诉你 开发阶段发生100万的支出 有20万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80万满足 怎么办 80万就到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的照顾当中 简单粗暴 这个是错误的 第三题 到了期末 我们企业应当将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的科目金额清零 转到无形资产科目吗 是不是 同学说老师 我好像就跟你讲过 期末要转 好的 正确 对不对 不对呀 当我们无形资产研发完毕了 达到可使用状态了 这个时候才需要把资本化支出的金额 转到无形资产 如果期末没有完工 继续在这个科目当中待着 后续继续我们的研发 那期末该怎么办呢 我们期末是要把研发支出 杠费用化支出的科目金领 把它进入到管理费用 第四题 我们企业出租无形资产 这个租金要进入到营业外收入吗 要不要 我们是不要的 进入到其他业务收入当中 而贪消额进入到其他业务成本 第五题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需要贪消吗 不确定 不贪消 直接 减值 第五位 第六位 出售无形资产的利得或损失 是通过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成本 合算吗 是不是 不是的 我们是直接将产额 叫我们处置的产额利得或损失 通过一个科目 叫做资产处置损益科目合算 第七位 我们企业以租赁的方式租了一个机器设备 这时候我们给机器设备发生一些改良支出 这个改良支出要进入到机器设备的成本吗 要不要 不要 我们应该进入到长期待贪费用 在未来期间摊消到相应的科目当中 以上是小桃老师给同学们一些小小的提问 来检测一下我们这节课学的怎么样 无形资产内容要比我们固定资产少很多 但是考树的重要性却不亚于固定资产 我向同学们课后好好复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